安安 大家好 我是貝爾 霍格華茲的傳承啊 真的是我近期最喜歡的遊戲 我知道已經有很多人破關 攻略什麼的網路上也很多 但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關於在這個魔法世界養奇獸的故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怪獸與他們的產地》這部電影 如果有看過的話 肯定對這個小東西玻璃獸有印象吧 很調皮喜歡亮晶晶的東西到處亂跑 讓電影中的主角紐特非常頭痛 而紐特呢他有一個神奇的皮箱 裡面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空間 裡面住著很多的奇獸 在霍格華茲的傳承遊戲裡面呢 也有類似的設定 遊戲裡會有一個專屬玩家的萬億式空間 你可以在裡面種植魔法植物 調製魔藥等等 那也有專屬的小房間 可以讓你飼養奇獸 一開始啊 你只要先通過小精靈抓捕袋 和織布機這個主線任務 你獲得抓捕袋之後 你就可以在整個魔法世界裡面 拯救奇獸 不過這邊呢 我想要先說明一下 雖然每次任務都是說 我們要從偷獵人手中裡面拯救奇獸 但你真的到奇獸的棲息地之後 你就會想要把他們全家抓回來 一隻都不放過 而且抓捕袋跟飼養所 其實是有空間限制的 所以滿了的話 你還可以去火米村的 珍奇異獸這間商店裡面 把奇獸賣掉小賺一筆 每隻奇獸都可以賣120塊的金幣 報紙這樣的心情 我真的不知道 壞的是那些偷獵者還是我耶 在遊戲裡面呢 總共有13種奇獸 彌中鳥 彩鳴鳥 紫色巨蟬 紫角獸 鷹馬 雅鳥 獅尾貓 拜月獸 玻璃獸 鳳凰 胖胖球 騎士最鬼馬 獨角獸 那抓回來的騎獸可以幹嘛呢 一開始知道可以養騎獸的時候 最期待的就是養玻璃獸跟鷹馬 結果沒想到鷹馬還可以成為我們坐騎 那抓回來的騎獸啊 你可以把他們養在飼養所裡面 只要有把他們餵飽 並且幫他們刷刷毛跟他們互動 就可以獲得他們身上掉落的魔法材料 收集這些魔法材料 可以使用萬應室裡面的織布機 用來升級裝備跟增加裝備的特質 而且每一隻騎獸都有分公跟母 那你在捕捉騎獸的時候 走到他們的旁邊就會出現符號 你看像這一隻就是母的 那一公一母可以做什麼呢 沒錯就是生寶寶 所有的騎獸寶寶後代都超可愛 透過變換這項魔法啊 可以變換出繁殖圈 選擇你想要配對的騎獸就可以了 接著你只要等上30分鐘 就可以獲得超可愛的寶寶 而且據說寶寶們是永遠不會長大的 就會一直維持這麼可愛的形象 接下來我就要帶大家去看 各種可愛的騎獸寶寶 這一隻呢是敗月獸 我覺得敗月獸長得有點像蟬寶寶 害我剛開始的時候一直很出戲 但他的寶寶超可愛 眼睛很大然後脖子沒這麼長 小小的走在路上好可愛喔 這樣就不會像蟬寶寶了吧 這一隻呢他是胖胖球 胖胖球本身就是一個很可愛啊 然後適合養在家的騎獸 看看他的寶寶 誰可以告訴我他去哪裡 混了一個歐美協同回來 眼睛怎麼會這麼深邃 蛤 因為我很想養玻璃獸 所以我抓超多玻璃獸 一般的玻璃獸大概是長這樣 就是也沒有很大 但看到玻璃獸寶寶寶 Oh my God 太可愛了吧好小喔 但是你看看寶寶的長相 嗯 發生了什麼事 怎麼變得好像比較沒這麼可愛 我們還是看他小小的身軀就好 我們不要近看他的臉 屍尾貓唇嗎 他耳朵尖尖的 然後再加上臉扁扁的 我覺得很像免衣貓跟加菲貓的混種 他的寶寶我也覺得超可愛 就是有一點小老頭的感覺 然後就這樣小小的 現在你們看到的是一般大小的柴米鳥 那我們去看一下寶寶大小的也非常可愛 而且你看他的頭髮 好像靜電喔 這隻跟他媽媽很像 他爸爸是這隻有眉毛的 彌宗鳥的寶寶我覺得就跟陳鳥比較接近一點 我覺得他看起來蠻好吃的 這一個呢是雅鳥的寶寶 長得有點像麻雀 但你說他是彩明鳥的寶寶 我好像也會相信 剛好遇到鳳凰 我覺得鳳凰比我想像的大隻很多 我抓到的是公鳳凰 但因為鳳凰在遊戲裡面只有一隻 所以他是沒有辦法孕育後代的 這一區就是馬區 這是騎士最鬼馬 設定上呢 他是只有親眼見過死亡的人才可以看到 他的寶寶也很可愛 就是一個活潑小馬的感覺 丁馬一般的大小長這樣 很帥很帥的感覺 後代的話 我覺得長得很像毛美講齊的雞 13種騎獸裡面我唯一不想多抓的呢 就是紫色巨蠶 大家應該跟我一樣吧 寶寶的話 看起來就是蠶蠶 這一隻就是獨角獸的寶寶 我覺得他就是縮小版的獨角獸 比較沒有太大的區別 直角獸是最難獲得的一個騎獸 因為想要收服他們之前要先戰鬥 那收服後一樣可以生寶寶 不過直角獸的寶寶 也算是縮小版的直角獸啦 就是他的臉是比較老來的 不知道這些騎獸寶寶們裡面 你們最喜歡哪一隻呢 歡迎在影片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騎獸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 就是他有色圍的機制 這一點我之前真的完全沒有發現 我也是上網查了資料 我才發現竟然有色圍喔 那如果你要在一群騎獸裡面 辨認出哪一隻是色圍的話 你可以透過一個方法來確定 就是你在他的名字旁邊 他有一個閃光的符號 那他就是色圍了 而且我還嘗試了一下 把色圍敗月獸拿去繁殖 還真的生出了一個色圍小寶寶 完了 真的有收藏屁的玩家來說 就根本就是一個坑啊 那我目前只抓到了幾隻色圍 因為真的是沒空間可以放了 我就只抓了幾隻最想要的 那認真抓的話呢 大概一個小時半 就可以抓到五六種色圍 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在哪裡抓到的 這隻就是色圍的玻璃獸 網路上有很多抓色圍的影片 玻璃獸我是在克羅夫特郡 右下角的克羅夫特葫蘆燕 有一個就是玻璃獸的棲息地 那邊就有很多的色圍玻璃獸 獅尾貓的色圍我覺得跟一般的顏色沒有差太多 我是在同一個克羅夫特葫蘆燕的附近 大概是這個地方 這邊有獅尾貓的棲息地 如果沒有看到腳印顯示的話 就是要自己走到附近去晃晃 色圍獨角獸蠻有趣的 因為獨角獸本身就偏白啊 色圍的話 竟然很像是一隻普通的馬 雖然說他是說他外面的皮膚是金色的啦 但我現在看起來就覺得他很像咖啡色的嘛 那我是在上霍格米村旁邊的獨角獸巢穴抓到這一隻的 鷹馬的色圍蠻帥的 但這一隻我就抓的比較久 我是在南海沼澤的礦坑之野骷髏宴附近的鷹馬巢穴抓到的 如果你沒有遇到色圍啊 你可以先開啟地圖 等待到白天或晚上 再存檔跟重新讀檔 這樣就有機會刷到色圍的鷹馬 其實最鬼馬的色圍其實沒有靠近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耶 所以辨認的方式我需要靠色圍的符號 那我是在東北福特沼澤葫蘆宴附近的 騎士醉鬼馬巢穴抓到的 那邊有很多隻大家可以盡情的抓 我現在比較頭痛的點是呢 我的空間真的完全不夠用 因為每間飼養所最多只能養12隻騎獸跟4個物種 我希望可以付費解鎖更多的飼養所 那以目前的4間飼養所 如果每一隻都需要叫出來慢慢餵食互動 我會太累了 所以當然要找一個可以偷懶的方式 在飼養所的部分大家可以直接利用魔法 變換出奇獸餵食器 這個奇獸餵食器你要先去火米村的聚注魚卷軸 購買餵食器的變換換書配方 購買後就可以在每一間飼養所 直接讓奇獸們把費吃到飽 但互動跟剪魔法材料的部分 好像都還是要一隻一隻叫過來啦 但你就可以一次刷好幾隻奇獸直接剪材料 就不用等他們吃飯需要的時間 走到奇獸旁邊就可以看到他們的狀態 右邊顯示綠色代表吃飽了 左邊顯示綠色代表互動過了 那你兩項都完成就可以獲得魔法材料 每25分鐘可以蒐集一次 或是你可以直接打開選單 看看哪些奇獸需要照顧 或是哪些奇獸已經可以蒐集材料 像是這一隻還需要摸摸 我就可以直接召喚它 它就會出現在我面前 就不用在飼養所裡面拼命的找說 哪一隻奇獸還沒有被照顧過 養奇獸真的是一個很療癒的事情 尤其看他們的小寶寶出生 或是每當你走進飼養所 奇獸們都會走過來看著你 聚集在你身邊找你討摸摸 那個當下真的是有幸福的感覺啊 如果有玩霍格華茲的傳承 你一定要好好享受養奇獸的這種體驗 好的那如果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 或是有療癒到你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留言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然後呢 記得了